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万众期待的 2023年国际邀请赛的互动指南 极为小本子 终于终于是出来了 很多新手朋友们都问我 是不是该不该买 不太了解 今天咱们通过这些视频 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 在开始之前 还是先给大家发一波福利 Dota2出现卡顿 延迟高 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 时长可暂停 加速延迟低 热门游戏均支持 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 充值划算68 相当于开了张年卡 右下角CDK输入强歌 有53小时体验时长 好的 欢迎回来 咱们直接说结果吧 我是头一次 完全不推荐大家去购买 因为这一次的2023年互动指南 大家想要的任何的东西 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大家想要的 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漂亮的视频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互动指南都带来了什么 先不看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是奖励 咱们放了后面看 先看这个TI之路挑战 梦幻挑战 神域者挑战 这三个挑战是什么 都是预测 就是说预测什么 哪个队和哪个队 什么比分选择的英雄 这个梦幻挑战每年都有 就是梦幻积分那些东西 神域者挑战 就是进行预测 谁会赢 什么GPM最高的 杀人数最高的英雄 我相信之前买过的 都有印象 这三个都是预测 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奖励 然后有的话 也就是经验值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宾果游戏 就是说给你一个限定条件 就比如说出圣剑 对吧 然后什么拆个防御塔 或者反补一个防御塔 就会给你一些积分 这个积分是什么 是这个经验值 你可以升级这个小本子 然后升级的小本子能干嘛呢 咱们就来看这个互动指南的奖励 都有什么 然后升级我看到的 唯一的有用的 可能就是这个冠军神盾了 就是肉山盾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 一个复刻的一个盾 可小 但是呢 每一年收到的时间 都非常非常的晚 也就是你要达到300级 非常难 打到非常难 你要达到300级 才能给你送一个盾 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记得你手里头 剩下的都是什么 贴纸胶囊 然后什么就是那种 就是敲 敲除沿途阻碍的 什么什么延石的这种工具包 然后载入画面 是吧 然后载入画面 语音 皮肤 然后传送特效 没了 对 你没听错 没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赛事介绍 这些都不用看 有什么对 有什么对 有什么解说 每一年都有 只是一个介绍 什么都没有 来咱们看一下网页版的 看一下网页版的 网页版写得很清楚了 31块钱买的都有什么 就是聊天表情 然后什么代币 代币就是压天梯积分 赢了可以翻倍积分 6个是吧 然后呢 重选代币 那个语音 贴纸胶囊 31块钱 208的能多了什么 就是载入画面 TI载入画面 传送特效 没了 没有任何视频 208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 佩服啊 我第一次见到 玩家切了这么久 那么多留言 威慑 什么钱都不赚 什么东西都不出 攒了这么久 出了如此多的 一堆垃圾送给大家了 还要大家去花 208去买 因此我有点愤怒啊 真的就是我 呃 顾而出一期视频 告诉大家 这一次是我唯一一次 坚决不推荐 大家去买任何等级的 这个互动 是呢 如果它后续 有大的补偿措施 咱们再说 但是现如今 完全不推荐 大家购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再说